先來看那個問題4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 開啟問題04的合併工作表 簡單來講一下就是 主要需求是 把1到3月合併到第一季 當然未來你也可以1到12個月 合併到一整年的工作表 那做法當然有兩種 第一種的話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錄製聚集的方式 那錄製聚集它只做一次 如果你今天 比如說裡面到底錄下什麼 就是把游標放在A2 比如說我1月放A2 然後Ctrl Shift向右向下 向右向下它會幫你錄下來 然後再來CopyCtrl C對不對 再來做什麼 切到第一季 切到第一季之後做什麼 貼上 1月的東西不是貼上 那貼上2月的話做什麼 再把游標移動到最下面 怎麼移動到最下面 就是那個什麼 Ctrl向下 不就是這個其實就是Ctrl向下 有沒有 Slight選是說你游標放在哪一個位置 或者你選取的範圍 然後被移動到最下 Slight就是選取 Ctrl向下 實際上就是類似這一行 但是Ctrl向下的話 它基本上還沒有到 等於是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但是我還要再向下移動一列 因為你如果沒有移動一列的話 它會怎麼樣 它會變成你下一次再蓋過去的位置 就會被最後一列會被蓋掉 所以怎麼辦 如何讓你的選取範圍在向下移動一列 就是下面這一行 這一行 有沒有 如何向下移動一列 就是你游標指的那個位置 就是Sale前面加一個Active 就是那個Active Sales 應該顧名思義嘛 就是你現在游標正在的位置 那個儲存格 點底下的話有一個 它有一個屬性 這個屬性還蠻重要 就是它叫Offset Offset應該顧名思義知道吧 就是偏移啦 就是你要向下的話 記得喔 第一個數字是列 第二個數字是那個藍 比如說我現在要向下一列的話 那你向下的話 那就是第一個數字1嘛 有沒有向右嘛 沒有啊 就0 有沒有 向左就負的 向上也是負的 有沒有 所以第一個數字是列 上下 第二個數字是左右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要在你的範圍裡面移動的話 很好用的一個Offset 但是Offset有個缺點 就是你要去算 而且要剛剛好 比如說你常常有寫程式 寫到某個部分 剛好你要去抓另外一個值 那你要怎麼去 剛好那個值就在附近而已 那你就可以用Offset 可以算一下 比如說偏移向左5個 那就是向左5個 它就自動跑到那邊去 那再把值取得 也OK啦 所以這個地方邏輯上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第一個先錄製紅色區塊 是錄製劇集 第二個是 外面區塊是怎麼樣 是我們再來做修改的地方 那也就是這一段程式 主要就是要解決什麼 一到三月合併到第一季的這種需求 那你可以衍生很多啦 反正同樣的方法 那是第一種是 錄製劇集之後再來修改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是當然你也可以 不過第二種會比較難 是完全都是從頭寫 VBA的 就是不用錄製劇集 直接寫啦 那直接寫的話當然 難度大概比較高 裡面牽涉到怎麼樣 你要切換到 比如說你今天就不切 假設你不直接就以那個第一季 工作表 為基準 其他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其他裡面的資料 你可以用 SHITS 刮壺 1月 去取得它的裡面的值 然後一個一個把它寫過來 所以我們大概兩個階段 一個是 錄製劇集之後來修改 第二個是 如果 純粹用VBA來寫 怎麼寫 這個大家後面都有啦 這個步驟後面都有 那怎麼去做等等的 然後裡面可能會遇到那個 刪除的問題 然後這個是 就是完全